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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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公主 公主啊 这是公主 公主啊 真是有情有义 还专门来送我们 你不带救了提音音命 促成我和提音双宿双飞 远走天涯 你大恩大德 唐安真是畏为报 废话这么多啊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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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你不带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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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希望 琴子 我希望我们人是好姐妹 琴子 你心地这么好 我 我真的心里会受到伤害 为什么我会受到伤害啊 除了你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已经决定要成全我了吗 我 我当然已经是决定了 不过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场婚姻 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无论我和轩哥是好是坏 我都甘心情愿 不会有任何怨言的 琴子 天涯 你不要再难过了 你就要远行吗 我把我的马车送给你 就当是我亲自为你送行 好吗 既然是你的好意 那我就收下了 我走了 琴子 如果过几天的婚礼 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不要怪刘轩哪 千万不要怪她 记住了 什么事啊 会发生什么事啊 走啦 走啦 再见 慢走啊 别当心啦 好辛苦啦 快 又忘了我了 等等啊 等等 再见 再见 等等我 再见 我我我 等等 等等我 好 等等我呀 快 我 帮你把我帮助去 快 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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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二哥 该死心了 汪主您回来了 怎么了 大将军在里面发酒疯呢 大将军 大哥 醒醒 大哥 醒醒 大哥 醒醒 快醒醒 二哥 怎么是你啊 沈 沈妹 轩哥 你怎么在这儿喝多了 轩哥 你怎么醉成这样啊 你怎么搞的 怎么跑到汪主房间来喝酒了 这 怎么 这是地方 我 我不能来啊 轩哥你别再喝了啊 不要再喝了 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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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 我是来转程告诉你 我已决定 奉旨娶你了 你懂吗 奉旨娶你了 奉旨娶你了 你别这样 轩哥 二哥 你喝多了 你给我回去 放开我 我 我这边不能来吗 我是秦子的未来夫婿 我要在这儿喝酒 偏在这儿喝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你是因为提音今天离开京城 心里不舒服 借酒消熟对不对 我看警告你了 不准再给我提提 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我现在是 是旅后身边的大红人 是汪王主的未来夫婿 是统领天下的匹马大元帅 轩哥 你看你喝多了 跟我回家 不要 就让他留在这儿吧 你要让他在这儿过夜 我知道他心里难受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就让他留下来吧 好吧 来 先让他过来 看到他这么难过 我心里也不好受 他呀 戒酒装疯 等他醒了 我好好骂骂他 听你出这口气 我不怪他 我以心以为 只要把婚事给定了 就可以斩断他 跟提音之间的牵迷了 没想到 这场婚事给他带来了 这么大的痛苦 看着他喝醉酒的样子 我就知道他心里 一定压抑着很多痛苦 亲子 你可千万不要放弃啊 好不容易把婚事定下来 二哥也答应娶你了 这时候 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 好 可是我真的很担心他 没什么好担心啊 男人就是这样 喝多了 发泄一下 等他醒了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是这样的吗 没错 你就放心好了 反倒是你 别再三心二意 到手的幸福 千万别把他又给弄丢了 知道吗 但请你抗一下 鲜哥 什么时候 你才会把你的心 整个地交给我 在你的心里 只有我一个人 别再有其他的女人了 好吗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轩哥 你醒了 亲子 对不起 让你照顾我一晚上 你还知道我照顾了你一整夜 可见你没有醉得糊涂吗 我昨天喝多了 这 发生什么事了 昨晚你说过的话你全都忘了 我说过什么了 你真的忘了 忘了就好 亲子 你告诉我 我说过什么了 不告诉你 你们下去吧 是 来 洗个脸吧 不用了 这怎么好意思 这是你的闺房 是你自己说的 我的闺房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我可管不着 我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嗯 不信你去问珊儿 来 我自己来 太后驾到 太后 太后来干什么 好 陈刘轩 叩见太后 太后 起来吧 谢太后 坐一覆很有声 昨晚睡的可好吗 多谢太后捶问 睡得还好 那轩儿呢 你睡得可好 这就对了 你们两个睡得都好 这就好 太后 您听我说 别说别说 昨晚的细节 我可不想知道 太后 太后 有急走 太后 有急走 请太后明示 此事该怎样处理 交给吕夫去办吗 是 太后 臣斗胆一问 这有何要事 要吕之法亲自出动啊 有几个县 传出百姓抗水暴乱的事 吕夫处理这种事最拿手 这件事 如果要让吕夫去办 又不知要死上多少无辜百姓了 太后 这 征收赋税 充宁国库之事 刘萱当仁不让 你 你自愿前往镇压暴乱 是啊 太后 自从太后提拔成为兵马大元帅 这军中有众多将士不服 所以 肯请太后 给臣一个机会 让臣展示一下兵马大元帅 这封建设的能力 好 哪儿就该有你这种好奇 所请召准 谢太后 改启夫 二众 快速 快 con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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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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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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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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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快来快来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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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老实点 快 老实点 老实点 等官 来这的目的 是来征税 放屁 可恶 住手 等将军 只管征税 不想看到有人死伤 因为今年 没死一个人 明年就会少一个人种地 每一粒米 对朝廷 都是很重要的 你们大家看到 那个人的下场没有 跟朝廷作对 不会有好下场的 看到了 你也应该看到了 你看看 这是我从他们锅里翻出来的 这些老百姓 天天吃的是树根 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缴纳赴税 就算肯树根也是大汉子民 是大汉子民就得纳税 我不信 整个村子 连一头牲口也没有 一颗粮食也没有 给我搜 彻彻底底地搜 是 走 走 走 快点 快点 你还是不是人呢 这里的百姓都成成这样了 你还要压榨 你还是不是人呢 以下犯上 给我拿下 是 等 刘萱 你不是人 快等 要死 你不得好死 你这个畜生 畜生 走 快走快走 走走走 王八蛋简直是杀人魔王 杀人杀的血流成河 压倒老百姓 征收赋税 就是 看了他身后的人犯 就知道他的成就了 走 走快走 走走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新衣馆开章 看病一律八折 哎 啥啥啥啥 就好了啊 不管是妇科 内科 外科 牙科 什么都好 还有什么疾难杂症 就算是死症 保证要到命处啊 大队 你不是 要到病处 嘿嘿嘿 你说说吧 哪位是大夫呀 哪位是大夫啊 哦 这个就厉害了 就是 她 好 大家好 我呢是提鱼 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就你这黄毛丫头啊 能治啥病啊 您那是笑话来 就是 别看我只是个小姑娘 我可是当今太后的御医 可是神医淳于义唯一的传人呢 太像 不是嘛 不像啊 就是 你真的还假的 你有这么大的仪师 干嘛来咱们这小城开医馆 就是 这位兄弟 你听说过医者父母心吗 提英大夫就是为了拯救天下的老百姓 所以把御医的职位也给辞了 到乡下亲自为你们服务 这份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多么的可歌可泣啊 真的 来来来来 这位大哥 进来坐坐嘛 我可以帮你拔把脉 看看你气色好不好 看看你有没有病 你才有病呢 没事我干嘛上你这医馆啊 走 走了走了走了 别走 别走啊 我都跟你说了 这种穷地方鸟都不生蛋 他们饭都吃不起 那有钱看病啊 这越穷的地方 越是要人家帮助 就更需要大夫 我决定在这儿施展我的抱负 懂吗 懂懂懂 你要施展抱负嘛 那你要先医下你的肚子啊 我就怕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抱负还没有施展开的时候 我就先饿死这里了 走 大哥 老兄你要干嘛 大哥 饿死我了 你给我东西吃吧 哎 哪来这么多难民呢 我求你了 哎呀 你放手啊 这是医馆又不是饭馆 哪有吃的给你啊 走开走开了 走开了 真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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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见死不救 真是的 哎呀 这么多难民能救啊 你没看大家都受伤了 起码也要帮他们包扎保扎 救救我啊 会疯了 这个是难民啊 对 他们就算 就算看了也是没钱啊 那白搭嘛 没钱就该死吗 扶他们进来 走走走走 来来来 小心点 小心点 来来来来 多晚过来 你们信心好吗 信心好 救救我们吧 来来喽 馒头来喽 给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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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给我一个 大娘 给你给你一个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天灾 还是黄祸 不是天灾 是人祸呀 人祸 什么意思啊 都是那个天杀的刘轩 对 刘轩那个王八蛋 刘轩那个王八蛋啊 他呀 逼着我们交税 叫我们无家可归 琉璃失所呀 对呀 刘轩残暴 简直狼心狗肺奇寿不如 对呀 太可怖了 刘轩啊 刘轩 刘轩 当官当到天目人月 就有话将来的 报应加深 唐安 你不当成因后果 别乱批评抱怨星星啊 不 早孽呀呀 大娘 你先坐 我呀 忍辱负重 苦了你了 刘轩 好 快起来吧 谢太后 轩儿 辛苦你了 为太后分担解忧 是臣的荣幸 这次 你不但平定了乱世 连赋税都征收齐全了 还真是立了大功 以及 你看 该上次什么才好 这 刘将军已经是上将军了 已经到头了 再往上 就要封王禁决了 太后 微臣可不敢奢求封王禁决 你本来就是皇族后裔 又是我的东床快婿 将来封王禁决 还少得了你吗 那 多谢太后提拔 你跟秦子的婚期 就在两天之后 这阵子你带兵出征 秦子十分挂念 我可提醒你 别光顾了宫事 冷落了秦子 是 这样 这两天你就抛开 所有的宫物 好好的休息一下 风风光光的等着做新郎吧 谢太后恩典 如 没什么事 臣告退了 嗯 秦 臣在 我总觉得 她变得不太一样 你看 微臣愚昧 我不知太后指的不一样是 刘元死了以后 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有点 有点 以前流行不足的 现在 她似乎有太多了一点 我担心 她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小心使得万年传 你要帮我多盯着她 好 太后 您放心 嗯 嗯 哪有空 她猛哪有空 还要看她 挺好吃的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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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客官慢用啊 好好好 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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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是踢阴阳的猫 你一定来找我的对不对 小二 拿笔和轩子来 我自己开店挣不到钱还累个要死 还累了 啊 小萌咪 一定是太想她了所以听错了 真的是你啊 咪咪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会跑来这里找我 想死你了 这什么东西给你戴在脖子上 这么丑啊 这是什么 乖乖乖 不知道这封信 能不能顺利地到达你的手中 但就算是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祈求这只小白猫能找到你 找到我最心爱的女人 告诉她一句话 我想她 念她 爱着她 日日夜夜 悬 是有信息给我的心吗 是留血血给我的心 你知道吗 我也很想你 很爱你 而且日日夜夜 行 死 宫 无人 在蒙药 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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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当年刘家军 修战道 杜臣仓 灭三秦 十面埋伏 打下江山 你们对得起身后那杆大旗吗 这是太后所赐的斗篷 谁抢到 归谁 这些士兵是你训练出来的吗 是我 训练成这样 怎么上阵 我带兵自有方法 不了你二将军费心 军队是刘家的 不是你的 你懂吗 说得好 军队是刘家的 不是秀一手的 更不是吕氏的 你这话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 是谁大逆不道 是谁对不起刘家的正面棋 老天自毁油盐 放肆 怎么样啊 好好操练 没事吧 还不练 该死的 气死我了 大人 那姓刘的分明是 姓刘的 他配姓刘吗 他是刘家的败类 可不是吗 他就差 没拜太后做干娘了 还不如改成姓吕德了 对 我们这支队伍 本来是刘相大将军 现在不得这个王八蛋手上 我想想就来气 这家伙 连手足之情都不顾了 这部队交给他 那还老得啊 就是 那姓刘的 岂不是要被他杀光了 不能再让他横行下去了 可是我心有余力不足啊 不能立敌 可以智取呢 智取 明枪易朵 按键安防 老虎也有打短的时候 趁着今晚夜深人静 那小子睡死的时候 咱们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为刘元报仇 为刘相大将军报仇 为死难的刘氏宗秦报仇 干 干 刘宣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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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辰到了 该去迎亲了 刘宣将军 你听到了没有啊 该去了 不 还没那么快 刘将军 时辰的期限已经到了 太后催你成亲呢 快点啊 不 我还没准备好呢 刘将军 秦子翁主 坐着花轿亲自来了 你看哪 亲自 下午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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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自来 节目 提营 你 你 你怎么进来的 我会土盾呢 你来得刚好 我一个人喝酒 朕闷着呢 你喝了多少酒啊 你不能再这么喝了 不喝不行啊 我一闭眼睛 就看见棋子坐着花椒来了 大婚的日子对我来讲 就像死刑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为什么 喝喜酒了 喝喜酒 要是 我们俩的喜酒该有多好 提营 提营 太后的赐婚 我大可以走了之 可是宗长的话 我不能违背 宗长的话 像善意样重 可我是个反复俗子 我扛不起一座山呢 是啊 我真不知道 当初刘元为什么要选你 我也不知道 我也在天天地问自己 为什么会选择我 他如果选择的不是你 而是你哥 或者你妹子 或者任何一个人 你就不用烦恼了 你就不用娶琴子了 我就可以娶你了 真的 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你真的会娶我 当然 出具无衫不是云 那好 那你就当 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啊 什么 你就不要管 刘元叫你去做什么 卧不卧底 也不要管 反不反旅的事情了 你就不用娶琴子了 对啊 我就可以娶你了 提营 我们走吧 走 走去哪儿 对 去 没有人能发现我们的地方 那 你真的可以舍掉 樊吕大雁 去他的樊吕大雁 我只要我们的幸福 我们走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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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停 轩哥 你怎么了 幻觉 我又出现幻觉了 提 提营呢 提 轩哥 什么幻觉啊 二哥 你看见提营啊 那你真是幻觉了 不 我 我看到琴子了 是我呀 我来看你了 我 幻觉 幻觉又来了 又来了 我看到琴子了 他像个梦魇一样跟着我 我又看到琴子 我成了你的梦魇 二哥 琴子是真的来看你了 不是幻觉 是真的 不 不 轩哥 不 握着我的手 不是真的人 二哥 琴子真的来看你了 你看清楚啊 不是幻觉 好 不 不是 轩哥 阿哥 阿哥 轩哥 阿哥 琴子 这 我是佛 巴战 王 阿谀 阿姨 归 酷 王 Н 直播 所以得抓紧时间操练 那你也不能玩命啊 时间不多了 什么时间不多了 操练兵马 可是常年累月的事情 你急什么呀 二哥说的是婚期吧 对 婚期 就是嘛 还剩两天了 不对啊 就剩两天 你不去操办婚事 你跑这儿瞎折腾什么呀 他就是这样的人 要不然太后 怎么能这么信任他呢 二哥 你是不是在逃避些什么事啊 逃避什么 我哪有啊 你是在逃避婚期 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我以前见过你这样的 那是跟我爹吵架之后 你总是用苦难 麻痹自己 折磨自己 轩哥 你真的这样啊 钦子 别听我妹子瞎说 钦子 这是军营 女人不应该来的 什么不该来啊 珊儿 去帮我拿东西 好 我找人去拿 你等等 钦子 你要干什么 我要住在这儿啊 你要在这儿住下 这可是军营啊 就是军营我才不放心 全都是粗人 你都病成这样了 都没有人照顾你 我当然放心不下了 钦子 这婚期马上就要到了 你还是赶快回去准备一下吧 我准备什么啊 我的新郎官都病倒了 我准备什么都没有用 就是嘛 钦子 你就住下吧 等结婚那天 你们一块回去 梅子 你在这儿乱出什么主意啊 这 钦子是什么身份啊 怎么能住这儿呢 这又脏又乱什么都没有 快回去吧 我不怕 再脏再苦 我都要陪着你 就算你愿意 这 太后她也不愿意啊 太后 对啊 你想想 这要是太后要以为 是我让你留在军营当中 这误会岂不是大了吗 你想想 太后那火脾气 如果万一发作起来 那可不得了啊 这分分钟钟都会把我们的婚期 就取消了 宣 跟你说得有道理啊 那我还是回去吧 对 快回去吧 千万别让太后知道了 那你的身体 放心 我练武的人 铁打的身子 到大婚那天哪 我肯定给你一个 精精神神的新郎官 你还是快回去吧 那二哥 你小心点啊 尿昌 谁 你谁 大家可以 尽来 从我个人 你怎么可以 尽来 谢 乖我 吓我 可以 嘛 好了 别看了 形象就不在这里了 就是因为她不在这儿 我才惦记着他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啊 他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叫你打听他落脚的地方 有消息了吗 这么大地方 我上哪儿去打听啊 天一真够义气的 义气 他跟宣哥手段就断了 真是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看是我还怀疑 他是不是躲到我二哥的军营一群 沈儿 我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 什么绝不绝的 要是太后啊 早就把他给杀了 你够仁慈的了 那宣哥这两天 吃过落魄的 会不会和提英有关 当然跟他有关系了 我二哥那是铁打的意志 现在变成一具新尸走肉 不都让提英给弄了吗 如果是这样 我是不是应该成全他们两哥 还有两天就成亲了 你不要再想这些了 好不好 我喜欢宣哥 我希望他能开开心心的 如果他取了提英 也许就不会今天这样了 既然你喜欢我二哥 就更应该赶走提英才对啊 可我不能太自私了 你这不是自私 这是博爱 既救了我二哥 也救了提英 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你想啊 行刺太后的那帮凶手 到现在还查不出身份 可偏偏 提英跟他的头领就有来往 你是说 我怀疑 提英本来就是他们派来接近我二哥的 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 你想一想 我二哥是什么 秀医署的头领 他是和太后最接近的人 你看提英要是用感情迷惑他 屈心叵测 你是说他用美人计 对啊 假如我二哥坠入秦王 要是我二哥真的被提英煽动 做出一些对太后大逆不道的事情 那我二哥岂不是成了千五罪人 会有这样的事啊 怎么不会啊 现在你逼提英走 这样我二哥就能从感情的漩涡中拔出来 回到太后的身边 做他的臣子 其实啊 你救了我二哥知道吗 可 提英他 哎呀 他提英 知道再也不能勾引我二哥了 那 他的计划自然没法实现 正好灰溜溜的走了 也就不会 卷入朝廷的是是非非 也不会自他法网 其实啊 你也算救了他一命了 这些都是你瞎猜的吧 也许是我瞎猜的 也许这都是真的呢 哎呀 女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你抓不住 就会后悔一生的 至少你现在没有后悔吧 没有后悔